今天是我们在大山南荒岛最后的一天 潜水打鱼加钓鱼两天的收获还是有点写亏 能不能亏本就看今天了 第一潜下去运气非常好 马上发现了一窝红有鱼 信心立马大增 就喜欢碰到这种满瓶都是鱼的感觉 先不急江湖惯例挑一条大的 没有打中A位一枪致命 现轮疯狂的出现 相对来说这种个头的鱼危险性不大 14米的深度感觉没有什么压力 我们缓慢的上升 正常来说我跟老表团队协助 我在水下必须会在水面等待不上 当我回到水面之后 老表马上靠过来 我们马上交流海底的一个信息 接着老表就会下潜 我在水面等待 这个时候老表开始做下潜的准备 把皮筋拉满 老表现在开始下潜 我们现在是精准定位 14到16米的深度 老表下去大概不需要一分钟 这条鱼就能上来 我们两个是交替下潜 现在又到我下水了 把皮筋拉满 上层的水看起来裂带黄色 下到3米之后 海水又变为蓝色 根据经验的判断 这是潮汐之间的交换 然后底层的水会开始变得很浑浊 能见度非常的低 这种情况 整个人在海底会显得很压抑 因为你看不到危险来自于何方 最让人害怕的就是从某个方向 突然窜出一条鲨鱼 一般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会终止在海底搜索 赶紧逃离这种地方 我们把画面切到老表这边 期待老表在水下有个好的收获 这一次肯定有大的收获 我们先来一点音乐 衬托一下气氛 这ging人继续 撤掉脑袋 大马蕉 先轮到拉完 多套 什么东西 大马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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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啊就是我发现了一个宝地每次来都是要么是流水很急要么就是水魂打个三四条就走今天还好是跟老表两个人下去 老表第二潜我第一潜他干了一条这条应该有少说十斤大哥跟小弟的级别我打这条第一潜下去就干干中他了然后第二潜下去水红了老表还打跑的那条大马脚起码六十斤今天要是水清的话在这里两个人少说打一百斤 哦哦还不小哦哎呦一枪爆头啊那十米打的十米打的啊这里不是叫不是石头吗 石头山啊十米 哦 管得冰了哇靠这两条大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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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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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